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是 把工作表存成 工作活躍部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重点 你可以透过SafeS 然后达成有一个效果 如果你要存档的 假设你来源都是 所谓的Excel的2007以后的版本 比如说XLS 假设说你们公司有一些电脑是旧版的 它是Excel的2003以前版 那你可能要存成旧版的的话 那以前是你要锁动令尊心 锁动令尊心一直锁动 那如果说你不要锁动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你可以在SafeS后面 多关键一个逗点 这个叫它的存档类型 存档类型如果是Excel Excel8的话 就是存成Excel2003以前的格式 97到2003 如果说你今天要存成CSV 有没有 常常比如说你要给客户的资料 那你如果不给它Excel档类型 就直接怕说有相容性问题的话 那你就存成CSV 怎么存成CSV 很简单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SafeS 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电XLCSV 那XML的话就是XML XML的这个参数上就可以了 你可以存成这个XML格式 那这边其实你如果以我们上个礼拜的范例来看的话 甚至我们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SafeS 所以如果说我要把上个礼拜的东西把它做改写成什么 所谓的转换 假设常用像CSV好了 那其实只要把Ctrl-C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 在这边的话干脆清单 名称记得改成CSV 那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负档名 这个负档名的话就是CSV 所以这边的话怎么改 关键的地方就是 看一下这里CSV 就是这个后面的话呢 改成XL 就多一个XL CSV 就可以了 其他应该都不用改 我们试一下 如果說我要把那個上個禮拜的程式這邊 這個檔名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點點CSV 然後後面的話記得多一個點 豆點有沒有 它這邊跳出有沒有 初體式叫file format有沒有 file format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有一個方法 郵標放這邊 記得這邊只能用save as 不能用save copy as copy的話就沒有辦法存另外一個格式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save as裡面還有哪一些 像這邊一堆參數的你可以按F1 其實我為什麼知道說存的格式 其實它這邊會給你一些相關說明 然後並且的話file format有沒有 這邊就告訴你 它這邊還有一個超連結 格式的話它列舉在這裡 所以你點下去它會幫你 你要存成CSV的這個 它這邊CSV就這一個 然後甚至CSV還有分成好多種 如果說你要給的是什麼 給的是 假設它是Google的或者是說Linux環境 或者Mac環境 我是建議你剛才存這個 叫做XLCSV後面加UTV8 把它存成unicode 給它 它不用再轉換 但如果說你直接存原來的CSV 可能它還會轉換 會亂碼的問題 其他還有什麼 存成DBF 還有存成DBF的 還有存成其他有這麼多 這麼多這麼多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它做 寫一個什麼 就是轉換格式的程式的話 這邊其實就夠了 OK 這麼多 可以存這麼多格式 OK 那我們最後其實只要把剛剛講的這個 Excel 8 這個就是舊版的 97-2003 現在還可以存成HTML 然後DBF 我存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的 痘點後面就可以了 貼上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OK 那我們試一下 假設我這邊先刪除 我把它轉成CSV看看 就是DIR有沒有 那把它跟它講就在 幫我存在這裡 然後一樣Excel 8 這個理論上都OK 然後Copy過去 然後幫我怎樣 關鍵的地方的話 就是這個Safe S 存成CSV 然後呢 格式的話就是CSV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假斑點CSV出現了 並且close掉 其他我就讓它自己跑 應該理論上沒有問題 那個Active續值的關係 我看一下 對 因為我那個順序 把它close掉 我剛剛那個關的話 變成關到我那個檔 我自己關掉 所以 所以你那個中段模式要特別注意 它有那個Active的順序 所以 好 我就直接讓它跑 這樣會比較 這個檔 我剛剛這個地方 把它刪一下 我就讓它直接跑 所以直接 剛剛跑的這一個 CSV 它沒有Safe 所以 123 我直接 網一下 給各位看 應該理論上 它會問說 你要存哪裡 存桌面上 只要按確定 馬上有沒有 就自動幫我存成